9次走出国门航行24万余海里 到访43个国家和地区 为23万多人次提供医疗服务 这说的是由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 第一艘致氏远洋医院船和平方舟号 近日记者来到浙江州山某军港 阳光下和平方舟船线两侧巨大的红十字 醒目万分 我们最远的到达非洲的塞拉利昂 北美洲的美国圣迭哥 南美洲的智利和加勒比地区 总航程达到24万余海里 这什么概念呢 就是能绕地球赤道11圈 平均下来我们每年的航程 可以绕地球赤道一圈 和平方舟医院船长178米 宽24米高35.5米 共有8层甲板排水量14000余吨 设有伤病员换乘 减伤分类门诊住院 后送撤离五大医疗区 总面积4000平方米 医院船战时负责海上伤病员医疗救护 平时为中国驻岛礁居民和部队官兵巡诊 执行国际人道主义医疗服务 重大灾难应急救援和对外军事医学交流合作等任务 被誉为海上生命之州 和平方舟它的医疗设备也是随着我们国家医疗设备的更新 在逐步的更新 近一次应该是在11516年左右已经更新了新的设备 目前的设备水平已经达到了我们三甲的医院 联合诊治 知识讲座 文化联谊 参加外军庆典 负灾区执行医疗救助 和平方舟所到之处挂起中国旋风 引起当地舆论关注 随着我们中华人民共的国力的不断增长 特别是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医疗服务的效力在不断的扩大 和平方舟会赢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欢迎 像我们每次离开很多的国家 无论是大使还是它的政府收纳 还是卫生部门的政府收纳 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再来 自2008年12月入列 和平方舟医院船先后完成医疗服务万里海江行 其次和谐使命医疗服务 2013年赴菲律宾人道主义救援等20多项重大任务 成为一张闪亮的中国名片 单日的人诊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千 2017年甚至已经达到了一千五 随着我们医务人员医疗技术的提高 和我们医疗设备水平的不断提升 这个数字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也就是越来越多会汇集到这个世界各国人民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展覡 Lun Sang Bis 特别分的 从不听完 对 我们幸会 接紧